大家好,我是譚家豪,你們也可以叫我Jack,我是來自香港,我在這裡讀了已經兩個月了,今個禮拜就已經是我最後一個禮拜在CIA 因為我做過網上搜集,發現菲律賓的語言學校在近年都很流行 而且我曾經在澳洲完成過打工度假一年 當中認識不少日本、韓國、台灣的朋友都特別推薦我去菲律賓的語言學校 而且他們的價錢和各方面的支出都比其他歐美國家的優勝 所以我會選擇去學習在菲律賓 我覺得這裡設備很完善,比很多學校都優勝 而且學校他們有一套系統式的教學 令我很有目標地學習 好像每天都有這些測試,每天我都要背十個單字 第二天就會有測試,將它們寫出來 令我這兩個月都增加了不少遲會量 而且老師都很有耐性地去教我 在CIA之後,我會回到澳洲 完成我的第二年的打工度假 我很喜歡善哺 曾經出發之前,其實都有擔心治安的問題 但是來到善哺之後,發現其實這裡都很安全 居民也都很純樸,很友善,好像朋友一樣 而且這裡的生活機能十分之好 我會推薦我的朋友在CIA學習 因為如果要我評分100分是滿分的話 我絕對會給滿分這間學校 當初我擔心我會怕選錯學校 自己就會浪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和金錢 不過這間學校令我覺得物超所值 真的很適合你在這裡學習 我覺得我最好的經歷是 當我和不同國家的人一起住的時候 我可以每天都盡情地說英文 令我進步不少,一輩子難忘 我今天來說,《一輩子難民》 我今天今年已經在外面 我會再說幾次,《一輩子難民》 之後不停止 protests,不停止 我今天又不是每次呢 我都不停止民吧 我今天要留東人